上个星期朋友从浙江给我寄了一箱这种长茄子 这个茄子特别有茄味 在每周我都没见过这么细长的茄子 茄子洗一下我们给它切成长段 这个茄子我昨天吃过了 特别有茄子味 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再拿个小一点的刀 从茄子之中间给它切一刀 不要切穿了 切好了之后少上一些盐 给它腌一下 如果觉得特别干 可以拿一点点水 给它抓一会儿 然后腌个30分钟 这样子茄子它就能够变软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调一个肉馅 肉馅里面加入葱白 一丢丢盐 少许白糖 一小勺胡椒粉 一小勺淀粉 少许食用油 然后给它搅匀 腌了30分钟 这个茄子已经软了 我们来给它洗一下 过一遍水就可以 然后把这里面的水分给它挤干 茄子在中间这个口 我们往里面填肉馅 抓了盐之后 它是很软的 很好酿的 我们再调一个酱汁 准备一小碗清水 加入生抽 白糖 再来点淀粉 给它搅匀 我们来起锅 把这个肉的这一面 也先煎一会儿 放一下锅 炒的每一块茄子都能够煎得到 这肉的这一面 给它煎到金黄 就可以翻面 煎好了之后 给它放到砂锅来装 把刚才调的酱汁给它淋进来 盖上盖子焖个三到五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的酿茄子就熟了 再撒上葱花点缀一下 就可以关火了 这茄子是特别咸香软糊的 拌饭超级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去试一下 请在视频道预烈 第一个组合 视频道预烈 或者是